唐朝天宝年间,小城边上有一座尼姑庵,一个老尼姑带着三名小尼姑再次修行。 安禄山叛乱爆发后,附近也出现了乱兵,一把火将尼姑庵烧了,将值钱的东西抢走了。 老尼姑年事已高,受不住惊吓,一命呜呼了。 临终前,老尼姑叮嘱,目前世道不太平,让三名徒儿续发还俗,各自回家去吧,保命要紧。 三人将老尼姑草草掩埋后,换上世俗衣服,将头上包了丝巾,撒泪而别,各自回家去了。 其中有一个名叫青竹的小尼,十五六岁,下了山,不知该往何处去。 他的老家原本在洞庭湖一带,五六岁时父母相继去世,他被舅舅领走了。 舅舅后来搬到襄阳做生意,青竹就跟着舅舅一家来到了襄阳。 过了几年,也就是他十二岁这一年,舅舅染病去世,舅妈带着孩子改嫁,不方便带着他,就把他送到尼姑庵里出了家。 青竹的父亲没有兄弟姐妹,母亲这边也只有这个舅舅,舅妈已经改嫁,早已不是他的舅妈了,肯定不能去投靠他了。 青竹竹竟然发现,他无处可去了。 想了好一会儿,青竹决定还是回一趟洞庭湖老家,因为他有一个两小无猜的朋友,小名黑尼丘,如今长大了,到了娶妻的年纪,他想嫁给他为妻。 两人从小在一起玩耍,情同兄妹,两家大人关系也很好,有一次在一起喝酒,黑尼丘的父亲曾经说,让青竹长大了做他家儿媳妇,青竹的父母也就同意了。 两家都是口头上约定,没有定下婚约。 如果青竹家里不生变故,两人肯定结成小夫妻了。 青竹便一路讨饭,往洞庭湖而去。 一路上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,花了大半年的时间,终于回到了老家。 可是,到了黑尼丘的家里,却是一片废墟,村里人都是新面孔。 原来,早在五六年前,这里遭遇了洪涝灾害,房子都被冲垮了,田地也被冲毁了,人们携老代又出去逃难,都没有回来。 村里的人,也都是从北方逃难来此定居的。 青竹愣住了,他不远千里,回到了老家,不要说黑尼丘一家不在了,竟然连一个熟人也没有。 他顿时觉得前途茫茫,思前想后,决定还是回尼姑庵里当尼姑吧。 只要战乱平息了,尼姑庵的香火,还是能让他度过余生的。 这一次,青竹走的是水路,有便船就坐,没有的话,就在码头上流浪,顺便打听黑尼丘一家的消息。 为了安全,他买了一套男衫,装扮成男子的模样。 这一天,青竹遇到了一条货船,便恳求船老大携带他一程。 船老大打量了他一下,点头同意了,青竹大喜,上了船,坐在了船尾。 到了晚上,货船停泊在一片芦苇荡里。 半夜里,船老大宁笑着扑向青竹。 原来,青竹发育得好,虽然穿着男装,却掩饰不住女人的风情。 这也是船老大同意带他一程的原因,他早就起了心的。 青竹奋力反抗,跳入了江水里,呛了几口水,晕死了过去,江水带着他往下游飘去。 在十几里外,有一个叫安竹竿的渔民,看见上游飘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,捞起来一看,心口还是热的,赶紧控水。 等到青竹苏醒后,他赶紧背回家里救治。 安竹竿的老父亲端来一碗姜汤,喂给青竹喝下。 到了天亮时分,青竹恢复了精神。 父子二人询问起青竹的身世,青竹只讲了他是还俗的尼姑,投亲不遇,其他的都没有讲。 安竹竿对青竹很好,青竹住了一个多月,深受感动,得知安竹竿还没有婚配,就嫁给了他。 选了一个良辰吉日,两人邀来附近的渔民,热热闹闹地举办了婚礼。 两人入睡后,青竹忽然发现安竹竿的胸前有一块疤痕,分外省眼,不由得一愣,询问起疤痕是怎么来的。 安竹竿笑着讲了起来,原来,他五岁时,比较调皮,爬大树,掏鸟窝时,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,胸口被树枝扯下一块肉。 幸亏他命大,活了下来,从此就留下了疤痕。 青竹早已泪流满面,问道,你是不是黑泥丘? 安竹竿一惊,问道,你是怎么知道的? 青竹说,我是小花辫呀。 原来,青竹从小叫小花辫,跟了舅舅后,才改名叫青竹的。 安竹竿激动地说,小花辫妹妹,我就是黑泥丘哥哥呀。 原来,黑泥丘在逃难途中,父亲病死了,母亲带着他改嫁给姓安的老渔翁。 黑泥丘改姓安,长大后,因为像竹竿一样瘦,因此被人们称呼为安竹竿。 前两年,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,他和继父一起生活,打鱼为生。 两人分别时,黑泥丘不到七岁,小花辫才五岁出头,长大后,彼此的面貌变化大,只是觉得眼熟,根本就没有往对方身上想。 青竹抱着安竹竿大哭起来,继而又抱着他大笑起来,心里满满的幸福感。 唐朝宝利年间,有一个名叫荣枯兴的大富商,年近四十了,依然没有子嗣,便听从妻子的建议,那了两房小妾,一位姓吉,一位姓松,都是十六七岁年纪。 荣枯兴讲,谁先生了儿子,谁就排在前面,称呼二娘,后面的就是三娘。 可别小看这个顺序,排在前面,地位就会高一些,说话就会强势一些,面子上就会沾光一些。 逢年过节家宴坐席,或者祭拜祖先,二娘的位置就会靠前,多一些殊荣。 于是,两人卯足了劲,都像先生一个儿子。 吉氏先怀了孕,松氏相隔了一个多月才怀孕,为此松氏心里极不爽快,只希望吉氏生个女儿,自己生个儿子,逆袭上位。 过了一段时间,吉氏不小心留了产,松氏表面上劝慰吉氏,心里却欢喜无限,终于失去了竞争对手。 谁知他也是空欢喜一场,因为生了一个女儿。 既然两人都没有生儿子,荣哭性为了安慰吉氏,让他当了二娘,把松氏气得大哭了一场,却也只好干瞪眼。 一转眼,四五个月过去,这一天晚上,松氏做了一个怪梦,梦见一条小青蛇,钻进腹中啃咬,吓得尖叫一声醒了过来。 不一会儿,小腹疼痛不已,松氏大汗淋漓,不住地呻吟。 天亮后,荣呼兴请来医者,医者望闻问切一番,说是肠胃不调,开了药。 松氏喝了药,疼痛有所缓解。 到了晚上,松氏又梦见小青蛇钻进腹内啃咬,吓得大叫一声坐起来,浑身颤抖不停,再也不敢躺下了。 小丫鬟赶紧煎药喂给他服下,疼痛才有所好转。 到了第三天晚上,松氏不肯入睡,荣呼兴过来陪伴他,安慰了好长时间,他才入睡。 刚合上眼,他又梦见小青蛇咬他,吓得大哭起来。 荣呼兴觉得蹊跷,天亮后,吩咐被叫,抬着松氏去尼姑庵,找老尼问一问。 荣呼兴每一年都会施舍一大笔香火钱给尼姑庵,是尼姑庵的大施主,深受老尼的敬重。 一听说荣呼兴求见,赶紧吩咐小尼带到禅房里来,他站在门口迎接。 大家落座后,老尼见松氏双眉紧锁满面痛苦状,便关心地询问起来。 荣呼兴便将接连三晚梦见小青蛇啃咬的事情讲了,求他指点。 老尼点点头,伸手握着松氏的手,闭上眼睛,嘴里念念有词。 过了大约一炷香的功夫,老尼睁开眼,将松氏的手甩开,一脸厌恶地说,你的心真毒狠,纯粹是旧由自取。 荣呼兴一脸惊讶,不知素来温和的老尼,为何突然发了脾气? 松氏也不明所以,开口问道,尊师,为何这样说呢? 老尼沉吟片刻,说道,我就直说了吧,也不用为你这样毒狠的人遮掩了,小青蛇就是胎儿的魂魄,找你报仇来了。 松氏闻眼,脸色惨白,一下子跌坐在地上,眼面哭泣起来。 荣呼兴问道,尊师,这是为何? 老尼说,还是让他亲口说吧。 荣呼兴追问再三,松氏才吞吞吐吐地讲了起来。 原来,松氏担心吉氏生下儿子,位置排在了他的前面,买通了一名姓张的仆妇,让他在外面弄来打胎的药,偷偷递下在吉氏的饮食里,让吉氏留了铲。 荣呼兴问言,惊讶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他怎么也没有想到,松氏是如此毒狠的人,为了一个小小的牌位,竟然下此狠手。 他一把揪住松氏,举起手就要打,却又想起他平日里的温柔,长叹一口气,放下了手。 松氏哭着说,我错了,心里很后悔,求求尊师帮一帮我,解除报复。 荣呼兴也在一边恳求,老倪长叹一口气说,也罢,我就帮你一把吧。 他把松氏带到大殿上,跪在佛前,燃起三炷香,念起了经。 香烧尽,老倪让松氏回家后,面向东南方,烧纸祷告,祈求亡魂谅解,就不会有事了。 松氏叩头,千恩万谢而去。 当天晚上,松氏果然没有做怪梦了。 即是听荣枯幸讲了松氏的恶行,当场哭晕在地。 荣枯幸的妻子对她说,松氏如此毒狠,不能留在身边了,将她逐出家门吧。 荣枯幸想了想,这样的女子,留在身边,确实不妥,早晚弄出事来,毁之完也,便点头同意了妻子的意见。 妻子便做主,将松氏以五罐钱的身价,借卖给卖吹饼的小贩。 此人无短身材,又黑又胖又矮,一张大脸上长着一个塌鼻子,两颗门牙伸出嘴外,要多丑就有多丑,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。 松氏死活不愿走,哀求荣枯幸送她出家。 荣枯幸也知道,她心高气傲,跟了麦吹饼的,生不如死,就成全了她,把她送到周城附近的尼姑安里,出家当了女尼。 从此后,松氏就与清登古佛为伴,而吉氏先后生了三个儿子,身受荣枯幸夫妻的恩宠。 后来,有个儿子考上尽是当了官,她也跟着享受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。 唐朝五周年间,一个姓牛的财主因病去世了,不得已,夫人只好出面打理家务。 夫人虽然徐娘半老,因为保养得好,容颜依然无比亮丽。 有人劝她再嫁,她因为和丈夫感情很好,心里一直装着丈夫,容纳不下其他人,因此一直守着寡,已经好几年了。 这一天,是姓牛的忌日,夫人带着忌品,去坟上拜祭了一番,然后回家。 走到半路上,丫鬟们看见山花烂漫,忍不住去采摘,夫人则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。 这时,飞来了两只喜鹊,落在树叉上,开口说起话来。 喜鹊能说话,本来就让夫人惊讶不已,一听之下,还与自己有关,夫人侧耳细听起来。 只听一只喜鹊说,可惜夫人美如鲜花,身边却缺少守护者。 另一只喜鹊反驳说,谁说夫人的身边没有守护者? 西福不是吗? 他不是一直暗恋着夫人吗? 夫人一惊,西福是牛家的家仆,他嫁到牛家的第二年,西福就进了牛府当了家仆。 他能写会话,能说会道,身受牛家器重,是牛家的得力心腹,重要的事情都委托他去办。 牛家曾经将一名丫鬟许配给他为妻,这种天大的好事,别的家仆求之不得,他却婉言拒绝了,说是要孤独终老。 这几年,牛家的对外事务,都是仰仗西福跑腿。 想不到,他心里竟然暗恋着夫人。 难怪有一次过节,西福酒后对夫人说了许多胡话,被夫人斥责了一顿,原来他喜欢夫人。 夫人继续听下去,从两只喜鹊的对话中,他终于弄清了来龙去脉,也搞清楚了西福的真实身份。 原来,西福原名江子维,父母距已顽固,是一名读书人,家境一般。 有一天,他去郊外游春,路过夫人的村庄时,发现了貌美如花的夫人,当即心中着迷,第二天便派人去提亲。 但是,夫人的家里嫌弃他家境一般,拒绝了提亲,将夫人许配给了姓牛的财主。 一年后,夫人嫁到了牛家,江子维心里放不下夫人,经常到牛家附近徘徊。 又过了一年,恰好牛家要购买一个家仆,江子维便自降身价,进了牛府当了家仆,改名西福,只希望能天天看到夫人。 默默地守护在他的身边,这也是他不娶妻的原因。 说完,两只喜鹊就飞走了。 片刻后,丫鬟们也都回来了,抱着鲜花跟着夫人回家了。 到了家里,夫人把自己关在屋里,思索着喜鹊的对话。 到了晚上,吃过晚饭后,夫人进了卧室,端坐在软榻上,吩咐丫鬟去传唤西福,然后支开丫鬟们,等着西福。 不一会儿,西福来了,夫人示意她坐下,开口问道,听说你一直暗中喜欢我。 西福张口结舌,片刻后,她反应过来,赶紧说道,夫人,不要听别人瞎说。 夫人却说,喜鹊也会瞎说吗? 她把两只喜鹊的对话内容都讲了出来。 西福听后,低下了头,仗红着脸说,这是我藏在心中的秘密,也是我一厢情愿,还请夫人不要笑话我。 夫人点点头,说道,我现在知道你的心意了,要是我愿意,你愿意娶我吗? 西福却白手说,我愿意就这样守护在你的身边,听你差遣,就心满意足了。 你是尊贵的夫人,我是仆从,地位悬殊,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 再说了,我家贫困,给不了你锦衣玉食的生活。 夫人一字一顿地说,听着,江子维,你愿意为我当奴仆,我为何就不能为你吃苦? 我愿意抛弃富贵生活,跟着你走过普通生活。 说吧,她拿出江子维当初当奴仆的契约,撕成了碎片。 江子维大为感动,当即表示愿意带夫人走,回老家生活。 两人约定,江子维先回老家收拾一番,十天后,来迎娶夫人。 当晚回到卧室,江子维冲着窗外树上的喜鹊窝喊道,老伙计,谢谢你们夫妻俩为我做美。 原来,牛家对江子维很器重,分给他单独一个小院,树上有一个喜鹊窝,住着一对喜鹊夫妻,江子维经常撒一些食物在树下,让喜鹊夫妻吃。 早几年,下了一场特大暴雨,将喜鹊窝吹落树下。 早上起床,江子维发现喜鹊夫妻被雷电击中,身上出现焦糊状,似乎已经死去。 江子维上前查看,发现他们的身上还有余温,当即捡回家里,给他们的胸口进行轻微的按摩,足足按摩了小半个时辰,奇迹出现了,两只喜鹊都活了过来。 自此后,两只喜鹊就经常飞到江子维的卧室里,江子维心中苦闷时,就和他们闲聊,把心中的秘密全部讲了出来。 喜鹊夫妻为了报恩,就对夫人讲出了真相。 十天后,夫人把家里的钥匙都交给了儿媳妇,叮嘱儿子媳妇好好的生活。 他只带走了当初陪嫁过来的东西,以及自己的衣裳,没有带走牛家的一丁点钱财,坐上江子维带来的花轿,去了江家。 第二年,夫人已四十多岁的高龄,给江子维生下了一个儿子,从此后,一家人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。 那一对喜鹊夫妻,也搬到了江家附近,不过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。 唐朝天宝年间,小山村里有一个姓唐的财主,为人吝啬,变着法子家租,深受店户们的厌恶,心里对他恨得牙痒痒,却也不敢得罪他,如果不租种他的田地,也没有其他的生计,只好忍气吞声,却在背地里骂他心肠坏透了,称呼他为唐坏肠。 这一天,谭坏肠的老父亲病重,眼看就快不行了,他忙着准备后事,打算去找风水先生选目的。 走到半路上,他看见一位倒装打扮的人,和一名中年人,坐在路边歇脚。 只听到是说,这是一块风水宝地,埋葬在此处,后人必然发达,招财尽宝,会出显贵之人。 中年人忙说,先生轻一点,不要让人听见了,我的父亲身体还好着呢,这一块风水宝地不能泄露出去,切记切记。 说到这里,他看见谭坏肠走了过来,赶紧闭嘴,两人不再说话了。 谭坏肠早已听见,上前说,我刚才听见你们在说有一处好墓穴,是哪里? 中年人急忙摆手说,没有的事,你听错了。 谭坏肠笑着说,我的老父亲快不行了,急需一块好墓穴,反正你的父亲还年轻,身体还硬朗,不如先让给我吧,你让先生再慢慢地寻找新的好墓穴。 中年人摆手说,不行,我和先生花了十几天的时间,几乎走遍了这里的所有山头,才找到这么一块好地,怎么可能让给你呢? 谭坏肠一个劲的纠缠,中年人就是不答应。 无奈之下,他对道士说,这样吧,先生去帮我找一块墓地吧。 道士摆手说,我没有时间,明天就要去北方云游,和道友约好了的,行程无法更改。 谭坏肠长叹一口气,转身走了,才走几步,只听道士说,依我看,你就把这块墓穴给这人吧。 先救急,等我云游回来后,再细细地为你寻找新的好墓穴,令尊大人身体好,你也不急着要。 中年人说,让给他是不可能的,除非他花钱买。 谭坏肠听了,脸露喜色,赶紧转身说,我买多少钱? 你开个价? 中年人说,五百贯钱,少一文也不行。 谭坏肠犹豫起来,他可舍不得这么多钱,说道,太贵了,你这是在抢钱啊。 中年人说,你嫌贵,我还不想卖礼,我还想靠着这块墓穴改变家族的命运,日后嫌贵起来。 谭坏肠好说歹说,两人讨价还价,最后以两百贯钱成交。 两人跟着谭坏肠回家签了契约,然后三人一起,到了一座山上。 道师指着一块地方,说道,这是狮子滚绣球,狮子卧在山顶,这里行似绣球,把亡人安葬在绣球里,后代必定兴旺。 谭坏肠看了看,四处轻松环抱,山谷下一条小溪,正对面的山上握着一块巨石,形似元宝。 他不由得大喜,点点头说,确实是一块好地方。 道师确定了学位的具体地方,叮嘱了注意事项,然后三人回到了谭家。 谭坏肠耍起了滑头,只给了一百八十罐钱,客扣了二十罐。 中年人只好认栽,雇了一辆小车,推着钱走了。 过了几天,谭坏肠的老父亲一命呜呼了,谭坏肠请人挖了墓穴,把老父亲安葬在此。 一转眼,到了午期这一天傍晚,亲朋好友们去坟上烧纸,发现坟墓塌陷了,露出了棺材的一角。 谭坏肠大惊失色,第二天赶紧把姓甲的术士请了来。 姓甲的看见墓穴,脸色大变,颤声说,不得了,这是白虎穴,是一个凶险的穴位。 而且,位置偏了三寸,棺材头踩住白虎的爪子了,白虎的爪子挪了挪,因此坟墓塌陷。 谭坏肠,吓得不轻,皱着眉头说,这不是狮子滚绣球吗? 说是埋在此处,后人显贵,一个倒是指点的,花了我一百八十罐钱。 姓甲的摇头说,你被骗了。 谭坏肠苦着脸问道,我应该怎么办呢? 姓甲的说,还能怎么办呢? 赶紧签坟吧,但愿不会太晚。 谭坏肠吓得都快贪软了,哀求姓甲的帮忙,重新选了一块墓穴,选了日子和时辰,把坟墓迁走了。 谭坏肠被骗了一百八十罐钱的事情传开后,店护们奔走相告,当作笑谈。 因为要想从谭坏肠手里骗钱出来,着实不易。 他栽了一个大跟头,店护们的心头无比解气,怎不令他们欢心鼓舞呢? 慢慢地,谭坏肠的运气变得不好起来,家势不顺,儿子摔断了腿,成了跛脚,他也得了咳嗽的病,晚上睡觉时咳嗽不停,吃药无效,时好时坏。 人们都在背地里议论,他虽然给父亲签了坟,但是触动了邪气,开始走霉运了。 过了十几年,谭坏肠死后,渐渐地传出了风声,是一个姓刘的店户设计捉弄谭坏肠,骗了他一百八十罐钱。 姓刘的店户租中了谭坏肠十亩田,谭坏肠见他收成不错,总是变着法子涨租金。 几年下来,姓刘的算了算,基本上等于白杆,交了店租后,剩下的粮食不多,一人家还得勒紧裤带过日子。 得知谭坏肠的老父亲要坏,他心生一忌,利用谭坏肠的贪婪心理,骗了他一百八十罐钱。 那个道士和中年人,是他的远房表兄弟,住在林县里。 姓刘的得到钱后,便退了田地,搬到林县。 和表兄弟们住在了一起,得知谭坏肠死后,他才把此事说了出来。 至于那个白虎学,姓刘的他们也不知道,纯属巧合,或许,谭坏肠真的要走没运了,才会这样巧。 贪婪的人遭人唾弃,就算没有人祸,也会遭受天灾,做人还是要保持善良的本分。 南宋时期,有一个姓祝的老头,一生未娶,孤身一人,李正便让他当了庚夫,好歹有口饭吃,得以活命。 这一天晚上,祝庚夫正在沿街打庚,忽然一扇门打开,伸出一只手,将他拉了进去。 祝庚夫定睛一看,竟然是池大户家里的小妾于世。 祝庚夫惊讶之余,刚要开口询问,于是伸手竖在自己的嘴唇上,示意他不要作声,领着他进了卧室。 祝庚夫不明所以,心里小鹿乱撞,幻想着有好事发生,禁不住咽下几口口水。 于是是池大户,才买进屋里不到三个月的小妾。 池大户娶妻刘氏,无奈刘氏只会生女儿,一连生了六个女儿,不再生了。 池大户快要五十了,还想着要儿子传递香火,刘氏就让他那妾。 这一天,池大户坐着轿子去拜访老友,走到半路上,忽然看见大柳树下,围着一圈人,一打听,原来一个女子插着草标,换钱给丈夫治病。 小夫妻俩原本是北方人士,因为家乡被金兵攻占了,只好南下逃难。 那知道走到此处,丈夫突然染上了重病,却无钱医治。 眼看丈夫就快不行了,于是只好愿意当奴婢,标价二十两银子,好歹就丈夫一命。 池大户看于是才二十多岁年纪,模样周正,心里一动,便拿出二十两银子,让于是给他当小妾生儿子。 于是租了一间房子,安顿好丈夫,一步一回头地抹着眼泪走了。 但是,于是心里极不情愿,所以对池大户很冷漠。 池大户和他在一起时,他总是抗拒,池大户年纪大了,折腾了几下便败下阵来,心中不喜,渐渐地冷落了于是。 刘氏听说后,便把于是赶到前院居住,没日没夜地让他访线,以示惩罚。 于是想知道丈夫的现状,却又不能外出,白天被看得紧,晚上不敢走夜路,因此想让助庚夫给丈夫带信,夫妻两人私下里见一面,以解思念之苦。 说吧,拿出几十文小钱,要求助庚夫帮忙。 助庚夫盯着于是娇好的身材,坏笑着说,小娘子,恕我无能为力,要是池大户知道了此事,我恐怕脱不了干系,除非。 说到这里就停下了。 于是明知故问,除非什么? 助庚夫说,除非你让我尝尝女人的味道。 于是战红了脸说,你好没廉耻,竟然说出这般不该说的话。 助庚夫拉下脸说,你骂我不知廉耻,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 你已经成了池大户的小妾,还想着前夫,难道就有廉耻了? 你不答应也行,我现在就去喊醒池大户,让他停停里。 这句话拿捏住了于是,他低着头不言语了。 助庚夫见状,走上前就要搂抱他,被于是一把推开,笑着说,瞧你急不可耐的样子,你先脱衣上床。 助庚夫喜不自胜,三下五除二,就脱了衣服,钻进了被子里。 于是拿着他的内衣,冷笑着说,姓助的,要是我现在喊叫你无礼,你猜一猜结果会如何。 助庚夫慌了,赶紧跪下求饶。 于是板着脸说,内衣我收起来了,这是你无礼的证据,你赶紧穿好衣服走吧,等你把我的丈夫带来了,我就还给你。 助庚夫嘴里不干不净地,穿好衣服出门,继续打羹去了。 过了两天的晚上,助庚夫把于是的丈夫带来了,两人见面,抱在一起,抽气起来。 助庚夫不耐烦地说,姓余的,快把我的内衣还我。 于是拿出内衣还给他,还塞给他一把钱。 助庚夫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,坏笑着走了。 不一会儿,池大户带着人进来了,把于是的丈夫捆了起来。 原来,助庚夫没有吃到鱼,还惹了一身心,心中愤愤不平,便悄悄地去找池大户告了状,和池大户约定好。 现场将两人堵在屋里,捉拿到衙门问罪,告于是的丈夫有伤风化。 刘氏上前责骂于是不守妇道,于是跪地哭诉,他也只是想见丈夫一面,询问他的病情是否好利索了,并没有做出格的事情。 刘氏生气地说,你俩搂搂抱抱的,还不算出格吗? 真是成何体统。 于是哭倒在地,恳求持大户原谅。 他的丈夫也跪在地上,恳求持大户放过他们,要是责罚,就冲他一人来,他愿意承担一切。 于是却哭着说,是我让他来的,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,要责罚就责罚我吧,与他无关。 持大户见两人如此多情,长叹一口气说,你们走吧,仍然做你们的夫妻去吧。 两人还以为听错了,你看看,我我看看你,都没有动弹。 持大户转头对刘氏说,去拿三十两银子来,送给他们当路费。 刘氏站着不动,持大户怒说,你还站着干嘛? 还不快去。 刘氏嘟嘟囔囔地走了,片刻后,拿来三十两银子。 持大户把银子塞给于是,让他收拾衣物,跟着丈夫回去。 于是喜极而泣,拉着丈夫跪在地上,给持大户和刘氏叩头感谢,然后拉着丈夫走了。 刘氏望着他们的背影,抱怨说,真不划算,落了个人才两空。 持大户笑着说,于氏的心只在他的丈夫身上,留着他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,何不成全他们呢? 过了一段时间,刘氏忽然怀上了身孕,十月期满,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持大户老来得子,喜得在梦中都会笑醒。 人们都说,持大户成全了于是夫妻,做了一件大善事,感动了上仓,才会送给他一个儿子。 各位看官,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呢? 宋太宗时期,书生轩高赞科举无望,为了养家糊口,便弃文从商。 他跟着表叔,坐船走水路,到江南一带贩卖货物。 表叔做了多年的生意,对各地的行情了如指掌,知道哪些货物赚钱。 宣高赞跟着表叔跑了两趟,掌握了做生意的窍门,便独自做起了生意。 这一天,宣高赞采购了一车货物,雇了一辆牛车拖着,他则骑了一头小毛驴,跟在后面。 走到半路上,忽然听见前面传来吵闹声,近前一看,原来是几个人正在围殴一条壮汉。 壮汉虽然长得恐无有力,但是双拳难敌四手,挡不住人多势众,被打倒在地,捂着肚子呻吟。 宣高赞心生怜悯,便抱拳询问众人,为何殴打壮汉? 其中一人说道,这丝身无分文,却跑到我家小酒馆里吃白食,故此追上来痛殴。 原来,此人是前面集市上小酒馆的老板,中午时分,这位壮汉走进小酒馆,点了一桌丰盛的韭菜,埋头大吃大喝起来。 吃饱喝足之后,他一磨嘴,站起来就跑。 老板带着几名伙计,追了三四里路,才将此人追上。 老板笑骂道,想不到这丝跑起来很快,追得我等好辛苦。 说吧,又狠狠地踢了壮汉一脚。 宣高赞询问饭钱多少,然后拿出钱来,帮壮汉付了饭钱,那帮人才愤愤不平地走了。 他扶起壮汉,询问他要往哪里去。 壮汉看了看他,咧嘴笑道,你去哪里,我就去哪里。 宣高赞一愣,继而笑了起来,便让壮汉坐上马车,跟着他一起走。 一路攀谈,宣高赞这才知道,壮汉名叫包一身,是一名流浪汉,无家可归,也无处可去。 宣高赞见他长得壮实,说道,你这样流浪也不是办法,我看你浑身是戾气,不如跟着我当伙计怎么样。 哪知道包一身摇头说道,我才不愿当伙计,那样就等于失去了自由。 再说了,我散漫贯了,不愿意过着俯首垂耳的生活。 天大地大,处处为家,岂不悠哉快哉。 宣高赞没想到他是如此巨傲不公,不过,他喜欢这种耿直的性格,想了想说道,这样吧,你不妨到我家住一段时间,我家虽然不算殷实,多养一个人,还是养得起的。 正所谓相见既是有缘,在茫茫人海里,你我能够相遇,也算是一种缘分吧。 包一身大喜,答应下来,在路非止一日。 这一天,到了县城,宣高赞把货物分销给各家店铺后,带着包一身回家。 他打扫出一间客房,让包一身住下,每天和他聊天,发现他谈吐不俗,觉得他不像流浪汉。 便询问起他的身世。 可是,包一身总是顾左右而言他,似乎不愿提及往事。 宣高赞见他不愿说,也就不再询问。 每一次外出时,宣高赞总喜欢把包一身带在身边,两人就像好朋友一样,形影不离。 这一天,两人在集市上闲逛,忽然冲过来一起快马,却是恶少乌心黑。 他是小镇上的一霸,仗着姐夫是县位,几乎无恶不作,大家见到他就像见到温神一样,唯恐避之不及。 天天,宣高赞正和包一身说笑,没有及时闪开道,被乌心黑抽了一马鞭。 包一身大怒,将乌心黑扯下马,就打,被宣高赞拦住。 乌心黑恼羞成怒,见仆从能跟了上来,贺令他们殴打两人。 纵然包一身英勇了德,却也不是众人的对手。 众人将他俩扭送到县衙,县位软硬兼施,宣高赞赔偿了二百两银子,才将此事平息。 回到家里,包一身愤愤不平,一个劲地抱怨说,哎,我要是法力还在,早就打死这个恶霸。 他举手发誓,总有一天打死无心黑,为宣高赞报仇,为民除害。 宣高赞笑着劝为了好一会,才将包一身的怒火压制下去。 一转眼,一年多过去。 这期间,宣高赞出去做生意,包一身便跟着同行。 回来后,两人便在一起闲聊或者闲逛。 包一身不说走,宣高赞也不提这事。 这一天晚上,包一身突然向宣高赞道别,说要走了。 宣高赞大惊,说道,大晚上的,伸手不见五指,你要去哪里? 就算要走,也等明天白酒为你送行。 包一身笑着说,事到如今,你也该知道真相了,其实,我不是凡人。 原来,他是天上的宝神,有一次执行命令下冰雹,宝神不忍心损坏庄稼,违背天令少下了冰雹,被玉帝收起法力,赶下凡间流浪三年,吃一些苦头。 如今期限已满,等一会,会有路车来接他。 说话间,天上呈现五彩光亮,飘下来一辆路车。 包一身跳上车,路车升空而去,很快便消失不见。 宣高赞这才醒悟,包就是薄的谐音,一身是绳子拆开。 第二年的夏天,老天突然下起了冰雹。 不过,冰雹都下在山上和沟壑里,没有损坏庄稼,也没有伤及人畜。 只有乌心黑是一个例外。 那一天,乌心黑躲在家里根本没有出门,一块冰雹飞进屋里,砸在他的脑袋上,顿时脑浆蹦裂。 此事传开后,大家都嘖嘖称奇,只有宣高赞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。 人在世上坏事做多了,连神仙也不会放过,正所谓人在坐天在看。 做人还是要心存敬畏,要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,就算侥幸逃得过人间的惩罚,却最终逃不过神灵的惩处。 明朝万历年间,江南小镇上有一个姓屋的恶霸,因为眼白比正常人多,看人的时候,好像翻着白眼,人们便送了一个外号叫做乌白眼,真名反倒无人计的。 乌白眼的爷爷曾经做过高官,因为贪污受贿被罢免。 虽然乌家不再显贵,但是门生故旧多在地方上为官,在他们的官罩下,乌家依然颇有势力。 正是凭着这一点,乌白眼才敢胡作非为,成为地方上一霸。 这一天,一个姓钱的商人,找到乌白眼,拿出八百两白银,让他赶走点新铺的钟掌柜。 原来,三个月前,在镇中心的繁华地带,钟掌柜开了一家点新铺,生意非常好,让姓钱的商人非常眼红,想赶走钟掌柜,自己在这里开一家点新铺。 乌白眼和姓钱的商人沾一点远亲,自然愿意鼎力相助,当即拍着胸脯表示,一定想方设法,赶走钟掌柜。 当天晚上,钟掌柜正准备打样,乌白眼带着几个人闯了进来,二话不说,拿着棍棒就是一顿打砸,顿时将点新铺砸得稀烂。 临走时,乌白眼指着钟掌柜的鼻子,陷他三天内搬走。 钟掌柜跑到衙门里告状,县官派出捕头去勘察现场,捕头和乌白眼是酒肉兄弟,平常没少在一起喝花酒,自然添坦乌白眼。 他将此案定性为生意纠纷,承报上去。 县官接到报告,心领神会,就将此事不了了之。 钟掌柜不服,却也无可奈何,只得把点心铺修缮了一下,开门营业。 过了三天,乌白眼带着人马又打上门来,打砸点心铺。 钟掌柜战战兢兢的上前理论,被乌白眼打倒在地,狠命地踢了几脚。 钟掌柜晕死过去,乌白眼担心出了人命案,不好收拾,便令人抬着钟掌柜,到医馆里救治。 钟掌柜醒了过来,乌白眼对他说,只要他肯关掉点心铺,就不再找他麻烦。 钟掌柜不肯,口口声声地说要到都城告状。 这一下,惹恼了乌白眼,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,将钟掌柜拖到河边,打算天黑后,将他沉入水中淹死。 月上三杆后,乌白眼划着小船,到了河中心,在钟掌柜的身上绑上石块,将他推落河水里。 钟掌柜刚沉入水底,就见游来一群鱼,开始啃咬绳索。 不一会儿,绳索被啃断,鱼群拖着钟掌柜扶了上来。 原来,钟掌柜心善,每一年的春季,都会在河里放生各种鱼类。 正所谓善有善报,如今钟掌柜遇难,那些被放生的鱼群,赶来相救。 钟掌柜捡了一条命,悄悄地钱回到家里,拿了盘颤,要去省城告状。 哪知道走到半路上,被吴白眼快马追上。 他得到钟掌柜上告的消息,连夜帅领首下追上来了。 这一次,吴白眼把钟掌柜带到深山里,将他脱光衣服,掉在树枝上,打算活活地饿死他,或者被蚊虫野兽咬死。 到了深夜里,四周响起猛兽们的叫声,吓得钟掌柜胆战心惊。 不一会儿,跑来一只狐狸,站在树下,变成一个中年人,解开绳索,把钟掌柜放了下来。 他伸手取下几片树叶,在手上一阵揉搓,变成一件丝绸长衫,给钟掌柜披上。 大约四五年前,钟掌柜在集市上,看见一个猎人售卖狐狸。 他发现,狐狸眼泪汪汪地看着他,心里一软,便买下狐狸放生了。 如今,他有难,狐狸特地来救他。 钟掌柜哭着说,你又何必救我? 我早晚会死在乌白眼的手上,不如早死早解脱。 狐狸说道,救人须救撤,我带你去找山神吧,让他奏报天地,诚挚恶人。 钟掌柜跪地感谢。 狐狸带着钟掌柜,齐弯八拐,来到一座洞府,拜见了山神。 钟掌柜哭诉了自己的遭遇,山神气冲牛斗,马上写了一道奏章,上报天庭。 狐狸,则带着钟掌柜,躲在深山里,等候消息。 过了几天,天地降下旨意,则令雷部替钟掌柜伸张正义。 雷公带着钟掌柜,架着云朵,后面跟着风神雨神,来到省城,下起了瓢泼一般的大雨。 雷公大怒,举起手中的雷锥,说道,正所谓秦贼先秦王,要想铲除黑恶势力, 必须先打掉保护伞。 说吧,一道闪电,伴随着一声巨雷,穿透灰暗的天空,打死了巡抚。 钟掌柜经问,为何要打死巡抚? 他对此事毫不知情。 雷神说,此人就是乌白眼的保护伞。 原来,巡抚是乌白眼爷爷的门生,当初乌白眼胡作妃为时,被抓进了衙门,就是巡抚指使县令放人的。 正因为有巡抚罩着,县令才敢袒护乌白眼。 紧跟着,雷公架着云朵,来到了县城的天空,打死了县令,以及乌白眼一帮人。 除掉这些恶人后,雷公暗落云头,让钟掌柜回家,他则上天赴命去了。 乌白眼除掉后,事到太平了起来,钟掌柜依然经营着点心铺,过着宁静的生活。 这正是,多行不易遭天遣,雷公怒产行恶人。 唐朝天保年间,小山村里有一个名叫高不成的人,长得五大三粗, 喜欢打抱不平。 这一天,他去邻村走亲戚,听见隔壁传来喝骂声,数耳一听,原来,儿媳妇在责骂公爹。 儿媳妇姓雷,小肚鸡肠,加上脾气不好,动不动就责骂公爹。 他的公爹年近六十了,已经驼了背,本该在家里养老。 但是,雷氏却指使他干这干呢,手脚慢了,就会遭到责骂,甚至还不给饭吃。 这不,今天上午,雷氏让公爹挑大份去浇菜园子,到了中午,菜园子没有浇完,公爹回来吃中饭。 雷氏责骂他干活偷懒,不准他吃饭,让他浇完菜园子再吃饭。 公爹辩解说,肚里发鸡,吃完饭继续干活。 雷氏爆发了,乌言慧语层出不穷,对公爹大家责骂。 骂了一会儿,还不解气,拿起扫把,打起了公爹。 高不成再也忍不住了,推开雷氏的家门,冲上前大骂道,好一个不孝的妇人,有这样对待公爹的吗? 我看你是施语管教。 冲上前照着雷氏的左脸,就是一巴掌,因为用力过猛,雷氏倒在地上,脸上竟然留下五个红红的纸印,分外显眼。 亲戚赶紧过来劝说,把高不成拉了回来。 此时,饭菜好了,几个人坐下来喝酒吃饭。 正喝着酒,隔壁忽然传来哭叫声,众人赶紧过去查看。 原来,雷氏想不开,悬梁自尽了。 等到她的丈夫发现,已经没有了呼吸,脸上的五个纸印,还没有消失。 雷氏的丈夫一纸诉状,将高不成告到县衙里,不快把高不成抓起来,县令升堂审问。 这个县令比较宽容,认为雷氏属于自杀,没有将高不成定成死罪,只是打了二十大板,判了三年苦役。 此时,高不成的老婆丁氏已经怀有八个月身孕。 过了两个月,丁氏分娩出一个大胖小子,全家人喜不自胜。 然而,婴儿的左脸上,有五个红色印记,米粒一般大小。 雷氏嘀咕说,这种胎记也太怪异了,别人都是一个,儿子却有五个,完全破了下。 虽然他心里不快,但是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,依然疼得像宝贝疙瘩一样。 于是给取名五点。 一转眼,三年时间过去,五点还不会说话。 高不成三年的苦意欺满,释放回家。 他一看到五点,就把他抱在怀里,亲了又亲。 五点的眼里满是愤怒,挣脱掉他的搂抱,站在五步开外,手捂着脸上的胎记,恨声说,就是你打的我。 这是五点出生以来,开口的第一句话,然而却如此的怪异,全家人都惊讶不已。 高不成上前拉开五点的手,盯着他脸上的胎记,忽然一个机灵,脸色凝重起来。 到了晚上,五点睡着后,高不成悄悄地对丁氏说,儿子五点是雷氏投胎转世的。 丁氏一惊,问道,不可能,雷氏是女的,五点是男的。 高不成说,谁说女的,不能投胎转世成男的。 投胎转世能成动物,为何就不能成男的呢? 丁氏颤声说,雷氏投生到我们家义愈何为呢? 难道是找你报仇来了吗? 高不成叹息一声说,我也不知道。 自此以后,高不成有了心病。 五点会说话了,谁都喊,就是不喊父亲,也不让高不成抱他。 高不成心里不痛快,本想不要儿子,把他送人,却又心里不舍。 留着他吧,又担心早晚成了祸害。 思来想去,不得安宁,高不成索性跑到寺庙里,寻求高僧化解。 高僧笑着开导说,该来的终究会来,躲也躲不掉,心胸放开,顺其自然吧。 高不成没有求到帮助,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。 后来一想,求人不如求己,干脆自己想办法化解。 于是,他对儿子五点格外地好,尽管五点一点也不领情,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对他好,做一个好父亲。 随着五点渐渐地长大,脸上的胎记越来越明显,五个米粒大小的红印,也渐渐地变大了,越来越像五个纸印。 五点也渐渐地懂事了,开始喊父亲了。 有一次,高不成拉着五点的手说,你打我吧,伤我巴掌。 五点缩回手说,子不能打父,这是大不孝,我不会打你的。 高不成心里涌起了一丝欣慰。 后来,五点娶妻生子了,对父亲高不成非常好。 高不成心里无比的欣慰,看来,五点带来的钱是恩怨,早已经烟消云散了。 这一天,高不成坐五十大寿,宾棚满座。 有一个盗贼估摸着他加收了不少礼金,半夜里前进屋里偷钱,被高不成发现,高声呼喊起来,并且扭打在一起。 盗贼的力气大,推开了高不成,往外跑去,高不成在后追赶。 五点惊醒过来,连鞋子也顾不得穿,光着脚丫子往外跑,看见一个黑影往外跑,伸手就是一巴掌,扇在黑影的脸上。 黑影猝不及防,挨压一声,倒在地上。 五点听声音,像是父亲的,赶紧扶起来一看,果然是父亲,被他误以为是盗贼,打倒在地。 盗贼逃走了,高不成的脸留下了五个红红的纸印,也在左脸上,和五点脸上的胎记,一模一样。 高不成年纪大了,受不了这一记耳光,落下了心疼的病症,卧床两月,最终撒手吸去。 临终之时,五点跪在父亲的面前,哭得稀里哗啦的。 高不成安慰说,不怪你,你不要放在心上,这都是天意啊。 说吧,含笑而去,脸上的五个纸印,还没有消失。 唐朝天保年间,有一个名叫田从远的书生,父母距已不在,独自在家发奋苦读,盼望将来一举成名。 这一天晚上,田从远正在挑灯夜读,忽然响起了清脆的敲门声。 他心中不由地内闷起来,这深更半夜里,谁会来呢? 他站起身,端着油灯,打开房门,只见门前站着一名漂亮的女子,正是二八加零。 女子笑吟吟地说,深夜打扰,倍感唐突,还请见谅。 说完,也不等邀请,静自走进屋里,坐了下来。 田从远拱手问道,小娘子从何处来? 为何深夜造访韩社? 女子笑着说,我姓瓜,台行第五,人称五娘。 因为你曾经与我有恩,因此特地来陪伴你。 你如不嫌弃,我愿意做你妻子,事后起居,让你安心地读书。 说完,瓜五娘眼神热切地看着田从远。 田从远迟疑了片刻,问道,你看起来面生,我想不起来,何时有恩于你? 还请明示。 瓜五娘笑着问道,你可曾记得救过一只小狐狸? 田从远猛然想起,两年前,他给父母上坟,回来的路上,忽然看见一只秃鹫从天而降,瞬间抓起一只小狐狸。 在小狐狸的挣扎下,秃鹫飞不起来,又落了下来。 田从远赶紧捡起几块石头,将秃鹫驱赶走,抱起了小狐狸。 小狐狸受伤严重,田从远把他抱回家里养伤。 过了一段时间,小狐狸伤愈后,田从远把他放归山林。 想到这里,田从远问道,难道你就是小狐狸? 瓜五娘咯咯咯地笑个不停,承认她就是小狐狸,把胡子拆开,以瓜为姓。 从此后,瓜五娘就住在田从远的家里。 时间一长,大家都知道田从远家里,有一个漂亮贤惠的老婆。 这一天,田从远去郡城里拜访文友,两人在街上闲逛,忽然来了几个差役,自称是杰渡石府的,请田从远走一趟。 原来,杰渡石有一个女儿,从小娇生惯养,如今到了婚配的年纪,她却高不成低不就。 今天,她坐着小轿出城烧香,看见田从远英俊潇洒,便留下老婆跟着田从远,也不烧香了,回到府上对父亲提出要求,要嫁给田从远为妻。 杰渡石卫高权大,一个小小的书生哪里会放在眼里呢? 既然女儿喜欢,那就成全她吧。 她当即吩咐差役,去把田从远抓来。 田从远盲说自己已有妻事,差役怎肯听她分辨,当即将她拽住,嫁进了杰渡石府里。 杰渡石一看,果然意表人才,暗夸女儿有眼光,吩咐将田从远好生款待,明天就是即日,拜堂成亲。 文友赶紧骑着快马,跑到田从远的家里,告知详情。 瓜五娘大怒,当即吴短打扮,背着钢刀,来到杰渡石府上要人。 一个差役,欺她一个女流之辈,上前动起手来,哪知道被瓜五娘三拳两脚打倒在地。 差役大声呼叫,跑出来十几个差役,围着瓜五娘殴打。 瓜五娘渐渐不敌,只好撤退,打算晚上前进杰渡石府里,就出田从远。 但是,到了晚上,郡城里戒备森严,城门里张贴着击捕她的通告,她根本进不了城。 瓜五娘只好骑着快马,往都城而去。 到了都城,瓜五娘前进皇宫,遇见一群舞鸡,她便混入其中,到了皇帝面前。 瓜五娘跟着舞鸡们一起翩翩起舞,她的舞姿无比曼妙飘逸,引起了皇帝的注意,把她叫到面前问话。 瓜五娘趁机将绅士河盘托出,恳求皇帝搭旧田从远,归还她的丈夫。 皇帝闻言大怒,当即吩咐内奸,拿着圣旨,连夜启程,赶往郡城,责令杰渡石放了田从远。 瓜五娘千恩万谢,跟随着内奸的队伍一起,往郡城进发。 到了杰渡石府上,已经是三天后了。 杰渡石苦着脸说,我也正在寻找田从远。 原来,当天晚上,田从远假装睡熟,趁着看守麻痹大意,月墙跑了。 瓜五娘只好在郡城里到处寻找,好几天没有打探到田从远的消息。 她回到家里,大哭了一场,决定回山,请父兄帮忙。 到了深山里,瓜五娘忽然遇见了田从远,只见她衣衫褴褂,面黄鸡兽。 原来,她逃出杰渡石府后,天亮后出了郡城,回到家里,却不见瓜五娘,猜测她回到了深山里。 她深爱着瓜五娘,便上山寻找,顺便躲避差异们的搜捕。 田从远在深山里流浪了好几天,衣服被精条划破,靠野果果腹,高声呼喊瓜五娘的名字,却不见回应。 就在她几近崩溃时,看见了瓜五娘回山,两人当即抱在一起痛哭。 瓜五娘,讲了皇帝来了圣旨,节度使不敢再逼迫了。 田从远这才放下心来,和瓜五娘一起,回到了家里。 过了两年,朝廷开科那时,田从远去参加考试,榜上有名。 电视时,皇帝看见田从远的名字,想起了往事,把田从远叫到面前,询问起瓜五娘。 田从远讲了她和瓜五娘的近况,皇帝对瓜五娘大家赞赏,叮嘱田从远好好的珍惜她。 后来,田从远当上了县令。 在瓜五娘的帮助下,她破了不少疑难大案,最终官至三品。 娶妻如此,福复何求? 还好田从远用情砖衣,不媚权贵,没有辜负胡妻,令人拍手称快。 唐玄宗天保年间,一个叫明如经的官员,被提升到北方一个州里,担任次使。 她走马上任后,便遇见了一个案子,一位姓贾的财主,状告一名姓胡的女子。 原来,姓贾的财主有一个远房表直,姓魏,娶了胡氏为妻。 但是,胡氏不守妇道,被姓魏的发现,责怪了几句,胡氏怀恨在心,便将姓魏的毒死了。 姓贾的财主,可怜表姐,是一个女流之辈,因此出面把胡氏告了。 明如经便令差一把胡氏和她的婆婆都居来,先让婆婆上堂。 婆婆一把鼻涕,一把泪地哭诉,丈夫去世得早,使她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成人,娶了妻生了子,想不到儿子被胡氏毒死了。 说吧,放声大哭起来。 明如经贺令婆婆止住哭声,询问道,你看见胡氏下毒了吗? 为何说是胡氏毒死了儿子? 婆婆抽气着说,我原本不知道,多亏了贾姓表弟,我才知道的。 原来,姓魏的死后,姓贾的财主马上就来探看,发现姓魏的面部颜色不对,就换来他家的狗,将姓魏的酒倒给狗喝,想不到狗马上死了。 如此一来就证明,酒里被胡氏下了毒。 明如经于是把胡氏传唤上堂,只见胡氏生得貌美如花,宛如天仙。 明如经不由得暗暗地夸赞,想不到姓魏的如此好福气,竟然娶回了如此漂亮的妻子。 明如经一拍荆堂木,贺问胡氏为何要毒死丈夫,从时招来。 胡氏大呼冤枉,他也不知道为什么,丈夫喝着酒,忽然倒在地上死了。 这时,去现场勘察的武座回来了,姓魏的确实是中毒而死,毒药下在酒壶里,并且盛上了酒壶。 胡氏坚决不承认下毒,明如经便下令重刑伺候。 可怜胡氏一个如花似玉的弱女子,如何吃得消重刑呢? 昏死了好几次,最终熬不过,只好胡乱招任了。 明如经便宣判胡氏死刑,下在监牢里,准备行文申报刑部。 晚上,明如经正在审阅申报刑部的公文,忽然灯光一闪,走进来一名女子。 明如经一见,惊喜万分,站起来一把抓住女子的手,原来竟是昔日的情人,一个多情多义的女狐。 她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到了二十年前。 二十年前,明如经还是一介穷书生,无以为生,打算到周城投奔叔父。 那知道路上感染风寒,无前一致,晕倒在山路上。 等到明如经醒来,发现躺在床上,却是在一个山洞里,旁边坐着一名宛如天仙的女子。 女子自称是胡仙,发现她病倒在山路上,因此把她抱到山洞里,灌给她一碗药汤,治好了她的病。 自此后,明如经留在山洞里,安心地读书。 两人相亲相爱,朝夕相守。 一转眼,三年时间过去,明如经去都城赶考。 临走时,女狐说两人缘分已尽,让明如经不要再来找她。 但是,明如经高中黄榜后,放不下这一段感情,来找过女狐,却发现人去洞空,心中满是惆怅。 刚想到这里,女狐正托开明如经的手,冷冷地说,胡仕是你的女儿,你竟然将她驱打成招,下在大牢里,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? 原来,明如经离开的时候,女狐已经怀上了身孕,后来生下了一个女儿。 她为了斩断与明如经的情缘,搬离到这里,居住在山上继续修行。 等到女儿十六岁后,就将她许配给了姓魏的人家,对外宣称女儿姓胡,也就是胡的谐音。 明如经听她讲完,颤声说,我并不知道她是我女儿啊。 那么是谁下的毒手陷害她呢? 女狐冷笑着说,事情很简单,你随我来。 说吧,拉着明如经腾空而起,不一会儿,就到了魏家。 姓魏的尸体停在堂屋里,女狐拿出一粒药丸,塞进姓魏的嘴里,又灌进几碗水。 不一会儿,姓魏的醒了过来,吐出了许多腥臭的东西。 明如经殿将事情的经过讲了,姓魏的跳起来说,胡是和我非常恩爱,不可能害我的。 女狐对明如经说,此事和姓甲的有关,你带着她回去,和姓甲的财主当堂对质,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。 说完,就走了。 姓魏的牵出马,和明如经连夜赶往舟城。 明如经回去后,便让差役连夜去传姓甲的财主,他要重新审理案件。 姓甲的来后,明如经升堂,姓甲的来到大堂上,看见了姓魏的,惊慌失措地喊叫道,鬼,他是鬼。 明如经一拍荆堂幕,大声说道,姓甲的,你是如何害死魏家后生的,快快从事招来。 姓甲的看见姓魏的死而复生,心理防线早已土崩瓦解,当即招任了。 原来,他垂涎胡适的美貌,经常打着看望表姐的幌子去魏家。 有一天,恰好姓魏地带着母亲感激去了,姓甲的露出了丑恶嘴脸,搂抱胡适,要和他暗度陈仓。 胡适正脱不掉,情急之下,拿起剪刀扎在姓甲的肚子上。 姓甲的疼痛难忍,落荒而逃,记恨起胡适来。 过了一段时间,他拿着一壶酒,酒里下了毒药,等候在路边。 看见姓魏的后,他假装无意中遇上,把酒送给姓魏的。 姓魏的不知道有诈,喝了酒就死了。 姓甲的早就等候在附近,得知消息后,就来魏家表演了一番,嫁祸给胡适。 案情至此真相大白,明如今宣判姓甲的死刑,胡适当堂释放,和丈夫回家去了。 过了几天,明如今令人请来胡适夫妇,妇女相认,从此后经常走动。 至于女胡,再也没有露面。 明朝万历年间,有一个名叫伏地慎的书生,为了清静读书,租住在刘尚书的别院里。 这座别院是退养的刘尚书,遗养天年的,环境优雅,坐落在湖泊旁边。 只因刘尚书死后,家道衰落,此座别院无人打理,杂草丛生,荒废了起来。 伏地甚以很低的价钱,租住了下来,带来一名老仆,事后起居。 这一天半夜里,伏地甚没有睡意,便披衣起床,到庭院里踏着月色散步。 月光娇好,清风清拂,湖面上波光荡漾,夜景很美。 他不由地打开院门,远着湖岸信不而行。 刚走到偏僻的湖湾,忽然天昏地暗,一道闪电划过,紧跟着一声炸雷响起,落在不远处,顿时燃起一片火光。 火光中,窜出一只大老鼠,浑身着火,往伏地渗窜来。 到了伏地渗的面前,他几个翻滚,倒在地上抽搐起来。 伏地渗善心大发,赶紧脱下长衫,将老鼠身上的火焰扑灭,却见老鼠已经奄奄一息。 他心生怜悯,用衣衫包起老鼠,急匆匆地赶回住处。 老鼠身上的毛已经烧焦,全身泛着血红色。 伏地渗拿出芝麻香油,将老鼠的全身涂抹了一遍,又拿出治疗跌打损伤的药粉,涂抹了上去。 第二天早上起来,伏地渗发现老鼠依然昏迷不醒,便让老鼠去请郎中。 老鼠说,少爷,俗话说得好,老鼠过街,人人喊打,真搞不懂,你为何偏偏要救他一命? 伏地渗笑着说,上天有好生之德,我岂能见死不救。 老鼠为难地说,郎中是给人看病的,你让他给老鼠疗伤,恐怕他不会来。 伏地渗想了想,说道,那就给双倍的疹子。 郎中来后,给老鼠涂抹了药汤,又留下一副药方,叮嘱伏地渗每天用药汤给老鼠洗三次澡。 当天下午,老鼠终于醒了过来,伏地渗顿了一碗鸡蛋,喂给他慢慢地吃下。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,老鼠的身上终于长出了心毛,伏地渗便将他放生了。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,老仆早已入睡,伏地渗还在挑灯夜读,忽然响起了敲门声。 他打开门,只见门外站着一位年轻男子,一副文饰打扮。 文士笑着说,深夜打扰,还请见谅,在下所来,不畏别事,特地来道一声感谢。 伏地渗狐疑地说,你我素昧平生,何来感谢之言? 文士笑着说,恩公可曾记得,前不久救过一只大老鼠的性命。 伏地渗说,当然记得,不知道阁下和老鼠有何关系。 文士大笑着说,实不相瞒,我就是那一只大老鼠。 原来,那一天晚上,老鼠遭受劫难,被雷电击中,本来必死无疑,性欲伏地渗搭救,捡回一条性命。 因此,他来感谢救命之恩。 伏地渗赶紧将文士让进屋里。 两人分宾主坐下,他开口询问道,不知阁下如何称呼。 文士微微一笑,说道,我排行第二,姑且称呼我为好众郎吧。 伏地渗点点头,说道,可惜天已三更,不然的话,我含行老仆,整治几个下酒菜,我俩好好的喝上一杯。 好众郎大笑着说,这个想法正合我意,酒菜我有现成的,你去拿来八个盘子,摆在桌子上吧。 伏地渗一眼,拿来八个盘子摆下来。 好众郎弯腰在地上敲了三下,只见地上出现一个门,自动打开,里面站着一个童子,问道,主人有何吩咐? 好众郎说,我想请恩公喝酒,你去弄八个下酒菜来,另加一坛好酒。 童子答应下来,关上门,地上顿时恢复原样。 过了不久,油灯一按,瞬间又恢复明亮,只见桌子上,八个盘子里,装满热气腾腾的下酒菜,还摆放了一坛酒。 两人坐下喝酒,闲谈起来,言语便转到婚曲的话题上。 伏地渗叹息说,我有一个义中人,可惜他的父母看不上我。 去年踏春之时,伏地甚遇上了一个重义的女子,通园外的小女儿,心灵。 他聘请没人上门提亲,却被通园外断然拒绝,因此,他的心情郁闷不已。 好重郎大笑着说,此乃小事一桩,包在我身上,保你心想事成。 酒吧,好重郎告辞而去。 过了半个月,好重郎来了,傅儿说道,大功即将告成,你去给心灵治病去吧。 原来,好重郎使用了掩压之术,迷得心灵心智不明,昏睡不醒。 通园外请了郎中,也请了术士,都束手无策。 于是贴出布告,谁要是能救治女儿,已婚的赏银三百两,未婚的则为女婿。 伏地甚大喜,来到通府,果然看见门外贴着一张布告,于是上前接了下来。 守门人赶紧带着他去面见通园外。 恰在此时,一声佛号响起,来了一位老和尚,也是听到消息,来治病除邪的。 家仆带着两人来到客厅里,通园外当然相信老和尚,让他先至。 老和尚在闺房里转悠了一圈,手里多了一只大老鼠。 大老鼠急忙求饶,讲了原委,老和尚大怒,何止说,真是瞎胡闹,你侥幸逃脱天前,却不知道悔改,依然胡作非为。 伏地甚也在一旁求情,老和尚说,看在伏侍郎的面子上,姑且饶你不死。 通园外听,老和尚称呼伏地甚为侍郎,直到他日后显贵,便把女儿许佩挤了他。 好众郎也算报了恩,告辞而去,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 到了第二年春上,伏地甚和心灵结为夫妻。 后来,他考上了进士,最终官至吏部侍郎。 唐代宗大历年间,有一家姓维的书香门第,家里有一个女儿,排行第十三,生得精灵古怪,喜读诗书,深得父母的宠爱。 在他八岁这一年,父亲赶着马车带着他去周城里走亲戚,半路上看见路边大树下围着一群人,为父便让老仆去看看,是怎么回事。 片刻后,老仆回来说,回老爷,这一群村民在此围观杀蛇。 原来,今天上午,一个村民躺在树下休息,发现树梢上盘着一条蛇,长着鲜红的机关子。 据传说,吃了机关蛇能延年益寿,于是便想方设法,捉了下来。 为氏小姑娘从来没有见过机关蛇,吵嚷着要去观看,为父拗不过他。 只好抱着他下车,挤进人群里观看。 只见机关蛇的尾巴被绳子拴在树上,身子倒锤而下,一个壮汉拿着尖刀,正要给机关蛇放血。 忽然,人群中响起了一个声音,且慢,这一条蛇我买了。 众人寻声望过来,却是为氏小姑娘说的话。 为父便依了女儿的意思,询问壮汉,机关蛇买多少钱? 谁知壮汉拒绝卖,好不容易捉来一条机关蛇,正好吃了炎年益寿,他才不在乎区区几百文钱。 为父生之前才动人心,只要钱才给到位了,没有人不会动心的,于是从一贯钱往上加。 当家到十五贯时,壮汉妥协了,取下蛇装进袋子里,跟着为父去取钱。 为父也不走亲戚了,带着壮汉回家取钱。 为父做了一个木笼子,把机关蛇养在里面。 为氏小姑娘非常喜爱,把笼子挂在床头上,闲暇时和机关蛇玩耍。 忽然有一天,他半夜里醒来,发现木笼子里云雾缭绕,原来是机关蛇身子里生出的雾气。 为氏小姑娘觉得怪异,觉得机关蛇中非龙中之物,第二天便忍痛歌爱,把机关蛇放归山林里去了。 过了几年,为父参加科举考试,中了第八名进士,留在朝中为官,为家便举家签到经兆去了。 一转眼,为氏十六岁了,恰好有一个姓孟的书生,来自武昌,考上了进士,一直等着力部选拔,寄居在都城里。 为父很欣赏姓孟的书生,便把为氏许佩挤了他。 那知道婚后不久,姓孟的书生病倒了,便告假回家养病,这一养就是三年多。 等到病体痊愈后,他便带着家人,住在岳父家里,等待力部选拔。 恰好这一年,为氏的十四弟也考上了进士,两人同时被力部选拔上了,姓为的被授予养子县位,姓孟的被授予郎州陆时参军。 两人同一天出发,走到分岔路口,挥手依依稀别,各自上路复刃。 古语有云,蜀到南,南四上青天,蜀地的道路崎岖难行,不通马车,姓孟的全家人只好骑着马前行。 走到落骨口的路段中,忽然从山上滚落一颗小石子,正好砸在为氏的马身上,马儿受到惊吓,忽然直立身子,为氏猝不及防,摔落到悬崖下几百丈深的地方。 姓孟的俯身往悬崖下张望,下面黑幽幽的,身不见底,而且悬崖犹如刀削斧砍一样,上面还落着积雪,根本无法攀岩下去。 全家人蹲在路边,大哭起来。 过了好久,估摸着为氏绝无生还的可能,家人买来祭品,提麻带笑地祭奠他,然后继续赶路。 所幸的是,为氏落在几丈后的枯叶上,没有受伤,吓晕过去。 等到他悠悠行转,仰头张望,似乎望不到牙顶,只好坐在枯叶上哭泣。 到了傍晚,他肚子实在饥饿难耐,便抓起积雪胡乱吃了几口。 这时,他发现身边的牙壁有一条缝隙,似乎很深,他试图钻进缝隙里取暖,却发现缝隙狭小,容不下身子。 正在这时,他发现缝隙里出现一丝亮光,向它飘移过来。 不一会儿,又变成两个亮光,等到到了眼前,才发现是一条机关蛇,正是他当初救助放生的那一条。 威氏喜极而泣,机关蛇爬出缝隙,身子猛地变长变大,成了一条龙,趴在威氏的脚边。 威氏大喜,赶紧趴在龙身上,紧紧地抱着龙的脖子。 龙飞升而起,跃出了崖底,在空中瞬间变成几十丈长。 威氏也不知道巨龙要飞向哪里,紧闭着双眼。 大约过了小半天,巨龙停下了,威氏睁开眼,发现到了杨子江边。 他溜下龙背,巨龙投入杨子江不见了。 恰好附近有一个垂吊的老渔翁,看见了这一景象,以为威氏是妖怪,吓得站起来,就要跑,被威氏叫住。 威氏向他询问这是什么地方? 老渔翁说是杨子县。 威氏大喜,询问新上任的威少府是否已经到任。 老渔翁点点头说,听说已经到任两三天了。 原来,姓维的县位走水路,一路畅通无阻,因此先到任上了,不像姓孟的参军,还在蜀道上艰难地行走。 威氏亮明身份,央求老渔翁送他到县衙去,老渔翁便过来一顶小轿,送威氏到了县衙。 姓维的县位接到差役的报告,不敢相信,等到见面,原来真是他的十三姐。 为氏扑进弟弟的怀里大哭着,讲述了他的遭遇。 姓维的县位重重地愁谢了老渔翁,带着为氏回到内衙里。 过了一段时间,姓维的县位接到姓孟的参军书信,说之为氏半途中坠落悬崖死去,为氏看见书信,想起伤心往事,禁不住又大哭了一场。 后来,姓维的县位修书一封,派了几个人把为氏送往郎州,让他们一家人团圆了。 为氏的遭遇一时传为奇谈,被人记录下来。 随朝末年,山区里出现了一位名叫申不从的少年,胆时过人,力大无穷,喜欢逞强斗狠,手下聚集了一帮少年,常常成群结伙,走街串巷,弄得鸡飞狗跳,让当地的老百姓望而生畏,非常头疼,被地里称呼他为恶霸。 这一年,天下大乱,盗贼风起,有一伙流寇,跑到小镇上骚扰老百姓。 申不从得知,率领手下一群追随者,追击流寇,将他们全部活捉,扭送到县衙里治罪。 一时间,申不从名声大噪,他也不由地沾沾自喜,自以为英雄了德,于是成立了互相队,自封为队长,带着一帮人到处巡逻,美其名曰保护老百姓的安全。 但是,互相对要吃要喝,需要费用,申不从开始向老百姓摊派,每家每户都要出钱出物,不给就强行抢夺。 老百姓背地里埋怨,这和盗贼有什么区别? 他们敢怒却不敢言,只能哀声叹气,忍气吞声。 这一天,申不从带着一帮人巡逻,发现了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外乡人,行迹可疑,便抓起来盘问起来。 外乡人自称是北方人,因为家乡闹起了贼寇,故此来此地投奔亲戚。 申不从狐疑地问道,你的亲戚叫什么名字? 家住哪里? 外乡人解释,镇上米店的罗掌柜就是他的表叔,他是投奔他来的。 现在是兵荒马乱的年月,米笔任何东西都要金贵,申不从怀疑此人是盗贼,奉命来米店采点,晚上聚众抢劫米店,于是鹤令将外乡人捆绑起来,吊在树上拷打。 外乡人坚称是来投靠亲戚的,不是盗贼,申不从哪里肯信? 鹤令手下使劲地打,只打得那人奄奄一息,眼看就不行了。 这时候,罗掌柜听到消息,急匆匆地赶来,看见外乡人,抱着大哭起来,此人果真是他的表直。 申不从颜面顿师,只得挥手,让手下解开绳索,让罗掌柜领回了表直。 要不是罗掌柜来得及时,外乡人可能就要命丧皇权了。 外乡人在罗掌柜家里休养了三个多月,才能下地走动。 罗掌柜找申不从要赔偿费,申不从眼一番,呵斥道,要钱没有,要命一条,有本事你拿走我的命。 罗掌柜气得想吐血,面对这么一个狠人,他确实没有办法。 这一天晚上,来了几个乡身,和罗掌柜相伤,如何除掉申不从这个恶霸? 他们早就被申不从一伙骚扰的不厌其烦,决定除掉这个恶霸。 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,都想不到一个万全之计。 忽然,罗掌柜一拍大腿,说道,有了,让山霄灭了他。 离此五十里远的高山上,有一只山霄,但凡有人上山,必然遭到山霄的攻击。 渐渐的,无人敢上山了。 山霄,偶尔会下山骚扰老百姓。 罗掌柜如此这般一说,几个乡身大喜。 他们悄悄找到富户集资,筹集了五百两银子,送到申不从家里,让他去除掉山霄。 大家抱拳说,你英雄了德,如果能除掉山霄,这五百两银子便作为奖赏。 同时,我们也承认互相对的合法性,按时捐钱捐物。 申不从大喜,只要承认互相对的合法性,他愿意冒这个险。 他背负弓箭,腰选宝剑,只身上山,寻找山霄。 山霄见有人胆敢入侵他的领地,丝毫不客气地发起攻击。 申不从仗着宝剑,与山霄站在一起。 大约五十回合后,山霄不敌,转身就跑。 申不从摘下弓箭,连发三箭,山霄重箭而亡。 老百姓都聚集在山下等候消息,只见申不从拎着山霄的尸体走了下来。 申不从以为老百姓会鼓掌欢迎他,却想不到个个哭丧着脸。 突然,罗掌柜哭喊道,老天无眼啊。 山霄为何不杀了他? 他一带头,好多人跟着大哭起来,垂胸跺脚,哀伤不已。 申不从文言不对,用剑尖抵着罗掌柜,贺问他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? 罗掌柜脖子一挺心一横,说了实话。 他们本想借山霄的手除掉申不从,却想不到山霄反倒被他所杀。 罗掌柜悲愤地说,我们宁愿遭受山霄的祸害,也好过你横行霸道。 申不从惊呆了,想不到老百姓痛恨他到了极点,在他们眼里,他比山霄还要令人生畏。 可是,在他的心里,他一直以狭义自居,自以为是个英雄,却不料连狗熊也不是的。 申不从连五百两银子也不要了,精神恍惚地走了。 他躲在家里不出门,苦苦思索了一段时间,最终决定出走,去外面闯荡。 既然老百姓如此痛恨他,他又何必留在此地招人厌恨? 后来,机缘巧合之下,申不从加入了瓦岗寨。 多年后,成为唐朝的议员将领。 他心系百姓,言以律己,约束不下,从来没有干过扰民的事情。 天下太平后,他依谨还乡。 老百姓听说申不从当上了将军,个个惶恐不安,唯恐遭到他的羞辱和报复。 想不到,申不从大摆宴席,宴请众人,还把罗掌柜搀扶到上席,跪地叩拜。 他举着酒杯动情地说,正是你们,让我警醒过来,让我看到身上的缺点。 我能有今天,你们功不可没。 不然的话,我依然是一个横行箱里的小混混而已。 来来来,我敬大家一杯。 大家都放下一颗悬着的心,开始举杯畅饮。 一时间,功愁交错,想起了欢声笑语。 谁个年少不轻狂。 如果在年少轻狂的岁月里,有人指点明灯,走上正道,无疑是一种福气。 如此看来,罗掌柜等人,无疑是申不从的逆境菩萨,将他沉睡得良知唤醒,对于申不从来说,实在是姓氏。 随扬帝时期,大兴土木,兴建宫殿。 那些又粗又长的木头,都是从千里之外的大山里采运而来。 大山的深处,住着一群伐木工人。 其中有个姓谷的,是个公头,一位长得五大三粗的,人们戏称谷五三,谷五三变成了他的名字。 伐木工人将砍伐的木头,顺着山势拖到山脚下,等到夏天涨洪水时,将木头捆绑在一起,顺水飘下,到了入江口的码头,再装上大船,运往都城。 这一天,伐木工正在砍伐着木头,忽然远处传来吆喝声,还有花豹的吼叫声,想来是猎人们正在烈火花豹。 过了不久,一头花豹流淌着鲜血,匆匆跑来,一头栽倒在地。 古五三上前查看,花豹伤得太重,奄奄一息。 他冲树林里喊道,小山,快去窝棚里拿药粉来,花豹快不行了。 一个小伙子丢下斧头,飞快地向山下跑去。 这时,随着几声狗叫,跑来几个手持猎叉的猎人,声称花豹是他们的猎物,要古五三让开。 古五三说,这是我们的地盘,花豹跑到我们的地盘,就是我们的,你们休想带走。 猎人们大怒,想上前抢夺。 古五三把指头放进嘴里呼哨一声,从树林里钻出十几个伐木工人,个个强壮得像老虎,围着几个猎人,横眉冷对。 古五三轻蔑地说,你们要想留着脑袋喝粥,就赶快走吧。 猎人们见他们人多势众,只得心有不甘地走了。 不一会,小山气喘吁吁地拿着药粉来了。 古五三先用藤条编织了一个网状的东西,套在花豹的头上,防止花豹伤人,然后给他的伤口上涂抹药粉。 过了一会,花豹醒了过来,但是他太虚弱了,根本站不起来。 到了傍晚,伐木工人回到山下窝棚里,古五三做了一个简易的担架,把花豹抬到窝棚里,熬肉粥喂给他吃。 有人说,古大哥,你何必大费周章? 不如杀了豹子,我们饱餐一顿,豹子皮送给你做一件豹皮熬子。 我看皮色不错,穿起来一定暖和。 古五三怒怼说,我们穷苦人家,又不是为父不仁的财主,哪有那么多矫情。 豹皮凹子穿在身上,心里能踏实吗? 闲话少叙,在古五三的精心照料下,三个月后,花豹恢复了健康,被古五三放归山林。 转眼冬天来临,天气严寒,伐木工人们都下山回家猫冬去了。 这一天,古五三的家里忽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,是主管曹运的官员。 他刚接到来自皇宫的命令,宫殿快要竣工了,但是缺少一根主粮。 主粮要比一般的木粮粗大,还要在上面雕笼刻缝,运到都城的木头里,没有合适的。 监造官员叮嘱曹运官员,务必亲自上山挑选,砍伐下山后,走陆路运到都城,赶在来年春上上凉。 到时候,隋阳帝会率领文五百官亲临现场,举行剪彩仪式。 日期已经定下来,时间紧迫,需要马上采阀,耽搁不得。 古五三听完,抬头看看天,担忧地说道,恐怕老天会下雪,行动不便。 官员也抬头看了看天,说道,未必会下雪,这是趁早不趁晚,过几天下起大雪,把山封住了,恐怕要等到开春化雪后,才能上山。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,恐怕好多人会因此掉脑袋。 古五三一想,确实如此,这是耽搁不得。 他喊来几个年轻力壮的伐木工人,晚上饱餐一顿,第二天,一大早,一群人便带着工具,跟着曹运官员一起,到深山去了。 一直走到深山腹地,才找到一根合适的木头。 等到砍伐完,天色已晚,老天忽然下起了暴雪。 此时,大家又累又冷,晚上是无法把木头脱下山的,当务之急,赶紧找一处歇脚的地方。 要是在风雪中露宿一晚,恐怕都性命难保。 古五三让大家分头寻找,过了好久,有人喊道,大家快来看,这可是一个天赐的好地方。 大家寻生赶过去,只见山谷里有一株枯树,估计受到雷击,已经枯萎了好多年了。 树干很粗,约莫需要几十人核爆。 树干是空心的,里面非常宽敞,一间屋子大小。 众人大喜,从树洞里钻进去,胡乱地吃了一些干粮,背靠着树壁,挤在一起睡了。 这可真是一个好地方,既能躲避风雪,又比较暖和。 到了半夜里,古五三迷迷糊糊地听见外面传来说话声。 一人喊道,花妹子,这么大的风雪,到我家喝酒去,暖和暖和。 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,说道,我不去了,我的恩人古五三在此,我要带着家人,保护她的安全,以免遭到野狼的攻击。 四周又安静起来,古五三沉沉睡去。 不一会,她听见远远地传来野狼的声音,声音渐渐逼近。 不一会,响起了花豹的咆哮声,野狼的声音渐渐渐远。 第二天早上醒来,众人走出树洞,只见不远处,站着几只花豹。 见他们出来了,花豹们转身消失在树林里。 古五三将昨晚所听到的讲了,众人在不远处,看到杂乱的野狼脚印,估计有六七匹。 大家这才恍然,原来花豹为了报恩,冒着风雪严寒,守护着他们的安全,避免了狼群的攻击。 这真是好心的好报,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,有时候,一念之善,往往是给自己留下了一条生路,食恩就是积德,救人急事救济。 北宋神宗年间,太书将军奉命镇守北方,他带领一队亲兵,日夜兼程,来到了边城,入驻将军府。 第二天,他去巡视军营,发现军营中间的空地上,摆着一个巨大的木笼子,里面关着一只斑斓猛虎。 猛虎看见他,仰天一声长笑,展示虎威。 太书将军大笑起来,纵马来到木笼边,观赏起猛虎来。 这只猛虎体型庞大,筋骨强健,他昂着头,对木笼外的太书将军怒目而视。 太书将军挺起长矛,刺向虎头。 猛虎把头一摆,躲过长矛,两只前爪刨着木板,怒吼一声,震得军士们毛发直竖。 太书将军大笑着说,好虎,好虎。 接着惋惜地说,可惜,你应该在山中为王,不应该困在笼中。 大家都是英雄,本应惺惺相惜,也罢,我还你自由吧。 他转头喊道,左右,传我将领,把木笼子抬到高山上,放虎归山。 早有手下将领上前,禀告道,将军,不可,这是皇帝恩赐之物,放不得。 原来,前任将军喜欢狩猎,好大喜功,在深山里活捉了这只猛虎,为派一对军士送到都城,献给皇帝。 皇帝大喜,率领百官到玉花园的神兽台上观赏。 老虎仰天怒吼,吓得皇帝浑身一抖,脸色突变。 他心中不喜,传指将蒙虎赏赐给边城将士们,送回军营养着,用来鼓舞士气。 于是,蒙虎便被养在军营里,因为是皇帝恩赐的,军士们从来不敢大声呵斥,更不敢擅自处理。 太叔将军听完缘由,沉吟片刻,说道,带我尚书起奏。 于是达玛回到将军府,让主伯写了一道奏章,快马送到都城。 过了一段时间,圣旨道,神宗皇帝同意将蒙虎放归山林。 太叔将军大喜,让蒙虎饱餐一顿,亲自带队,把慕龙子拖到深山里,放了蒙虎。 蒙虎长笑一声,如飞而去。 一转眼,许多年过去。 这期间,金兵不断地骚扰边城附近的百姓。 太叔将军率领军队,与金兵打了无数次小仗。 这一年,金兵大举进犯边境,附近的边城被金兵包围。 太叔将军看见风火信号,急忙点起本部人马,前去救援。 半路上,忽然涌出千军万马,将太叔将军的军队包围。 原来,这是金兵的计谋。 他们包围另一座边城,引出太叔将军,埋下伏兵,试图一举消灭太叔将军的人马,趁机夺取他镇守的边城。 太叔将军浴血奋战,最终杀出一条血路,率领十几个亲兵,往边城逃去。 忽然,一声帮子响,涌出大队人马,拦住去路。 前有伏兵,后有追兵,太叔将军仰天长叹道,天王,我也。 拔剑就要自吻。 亲兵紧紧地拉着宝剑,劝说道,将军,千万不可,留得青山在,不愁没柴烧。 我们逃往深山去吧,从小路翻越山岭,去搬救兵。 太叔将军长叹一声,插箭入鞘。 几个亲兵奋勇上前厮杀,另几个亲兵保着太叔将军,拨转马头,踏上侧边的小路,往深山逃去。 大队金兵,在后面紧紧地追赶。 刚转过山头,却见前面站着一只猛虎,挡在路中间,站马立起,发出惊叫声。 太叔将军勒住马头,长叹一声,说道,真是乌漏偏欲,连阴雨,连老虎也来欺负我也。 一名亲兵惊喜地说,将军,这是我们放掉的那一只猛虎。 太叔将军定睛一看,终于认出来了。 此时,老虎侧身让开,太叔将军大喜,说道,原来老虎帮我们来了,大家快走。 几个人拍马呼啸而过。 这时,老虎一声长笑,只见两边树林里涌出无数猛兽,有老虎、豹子、野狼、狗熊等等,几乎山中的猛兽都到了。 他们排列成队形,黑压压一片。 金兵人马刚到,老虎发出一声怒吼,静止冲向领头的金兵将领。 其他的猛兽,听到号令,纷纷窜出树林,向金兵冲去。 太叔将军见状,乐转马头,也向金兵的队伍冲杀过去。 金兵们大呼小叫,丢盔弃甲,逃窜而去。 虚余之间,踪影全无。 太叔将军下马,单膝跪地,抱拳冲老虎说道,多谢虎王搭救。 在下的将士们还在金兵的重围里,浴血奋战,恳请虎王率领百兽,与我一起前去救援。 虎王长笑一声,算是答应了。 太叔将军大喜,跨上战马,带领亲兵,向前挤驰而去。 虎王怒吼一声,率领百兽,跟在后面。 来到遭遇埋伏的地方,喊杀声连连,幸存的军士们,集中在一起,正在拼死抵抗。 太叔将军挺毛月马,冲向金兵。 虎王怒吼一声,率领百兽冲进金兵队伍里,逢人就咬。 一时间,惨叫声此起彼伏。 金兵队伍退去,太叔将军收集残部,带着野兽部队,赶往被包围的边城。 金兵们一触击溃,城里的军队冲杀出来。 两军合为一触,追击金兵二十多里。 太叔将军收兵回城,这才发现,虎王和百兽,已经不见踪影,估计回到深山去了。 他回到边城,写下告急文书,快马送往都城。 后来,朝廷派出大军,击退金兵,边境安宁了下来。 太叔将军写下奏章,言及虎王救援之事,皇帝越过奏章,感叹不已,册封虎王为百兽大将军。 太叔将军拿着册封文书,率兵来到深山,却没有找到虎王。 这以后,他也没有再见到过虎王。 不过,虎王率领百兽救援太叔将军的故事,却流传了下来。 正所谓善念生,福报来,救人急事救济。 话说,劳山上有一个夏清宫,长着一株两丈余高的山茶花,以及一株一丈多高的白牡丹花。 焦州皇姓书生喜欢这两株花,就寄居在这里读书。 这一天,皇书生偶然抬头,发现一名白衣女子身影一闪,心向好奇,就捏手捏脚地追过去,浮在树丛里,偷看,只见一名白衣女子和红衣女子结伴游玩。 红衣女子忽然警觉起来,说道,有生人,拉着白衣女子就走。 皇书生不想错过结识两位美女的机会,钻出树丛。 两名女子吓得转身就跑,不见踪影。 皇书生难以忘怀她们的美貌,就在树上留下一首诗,无限相思苦,含情对短纲。 恐归沙渣丽,何处密无双? 回到书房里,忽见白衣女子走了进来,笑着说,原来是位风流儒雅的诗人,不妨一见。 女子自称相遇,呈红衣女子名叫降雪。 两人谈得很是投机,相见恨晚,到了晚上,相遇留了下来。 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,相遇喝尸一首,梁夜更易尽,昭吞以上窗。 愿如梁上宴,七处滋成双。 自此后,两人夜夜忧惠。 黄书生得拢望鼠,让相遇喊降雪一起来相会,无奈降雪不愿意来。 相遇劝慰黄书生,以后慢慢劝解降雪。 一天晚上,相遇神色悲切地说, 黄狼,鼠没有望来,如今,拢也守不住了。 我俩分别的日子到了。 黄书生大惊失色,问他原因,他不肯明说。 相遇哭了一晚,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。 第二天,有个姓兰的吉莫县人,把白牡丹买走了。 黄书生这才恍然大悟。 原来相遇是牡丹花仙子,家人不在,心里无比感伤。 过了一段时间,黄书生听说白牡丹枯萎在兰家花园里,痛哭不已,写了五十首哭花诗,天天跑到花学边哀悼。 这一天,刚刚哭完,回到书房里,忽然看见红衣女子也在花学旁平掉。 黄书生走过去,降雪也不回避。 黄书生邀请他去书房一续,降雪跟着来了。 两人谈论着相遇,相顾流泪。 黄书生问他,以前为什么不愿意来见他。 降雪说道,我以为年轻的书生都是薄情之人,想不到你如此痴情,故此今天才愿意来相见。 不过,我不习惯轻轻我我,只在乎友情。 说吧,就起身告辞。 在黄书生的极力挽留之下,降雪住了一晚,但是以后不再来了。 这一天夜里,窗外飘着细雨,黄书生思念相遇,辗转难眠,索性披衣起来,坐师一手,山院黄昏雨,垂帘坐小窗。 相思人不见,中夜泪双双,黄书生正在低声吟诵新诗,忽听窗外说道,赫师的人来了。 原来是降雪。 黄书生急忙开门迎接,降雪进来,提笔赫师一手,连魅人何处? 孤灯照晚窗。 空山人一个,对影自成双。 自此后,每当黄书生心情落寞之时,降雪就来陪伴,不过总是谈论诗歌,从不留宿。 为此,黄书生感叹道,相遇是我的贤妻,你是我的良友。 黄书生以为降雪也是牡丹花仙子,常常指着院子里的牡丹花,问哪一株是降雪? 降雪总是眼嘴而笑,不告诉他。 不久,春节临近,黄书生回到焦东老家。 一天晚上,黄书生忽然梦见降雪说道,我要遭大难了,你赶紧来吧。 黄书生大惊,急忙快马赶到夏清宫。 原来,倒是正在扩建房屋,贤奈珠山茶花树碍事,让工匠们跑走。 黄书生急忙制止,这才知道降雪是山茶花仙子。 过了几天,降雪忽然告诉黄书生一个好消息。 花神被黄书生的痴情所感动,准许香玉再次降生在夏清宫。 黄书生大喜,盼着这一天的到来。 这天夜里,香玉突然来了,拉着黄书生和降雪的手,三人泪眼相望,感慨万千。 黄书生很是怪异,他明明抓住了香玉的手,却总是感觉空空的。 香玉说,以前我是花仙子,所以有形体。 而今我是花鬼,故此虚无缥缈。 黄书生很是悲伤,香玉告诉他,每天用白脸碎末瓣上硫磺堆上水,在花雪里浇上一杯,一年后会有惊喜。 第二天上午,黄书生到花雪观看,果然长出了牡丹花的嫩芽,他一眼浇灌。 晚上,香玉来感谢他。 这以后,降雪也常常来相伴。 白牡丹越长越大,黄书生有事回家时,就留下银梁委托道士浇灌。 转眼到了花开的季节,这一天,黄书生看见白牡丹有一朵花苞含苞待放,站在那里流连忘返。 忽然,花苞占开,像圆盘那么大,花蕊上坐着一个三四指高的美人,挑然落下,瞬间变成一人多高,成了相遇的模样。 黄书生就此和一妻亦友相伴,过着逍遥快乐的日子。 后来,黄书生的老婆死后,就不再回去,在夏清宫居住下来。 他常常指着那株白牡丹花说,将来我死后,灵魂就寄留在这里。 过了十几年后,黄书生病危,临死前对道士说,将来白牡丹花下长出一个红色的嫩芽,五片叶子,那就是我,你要好生善待。 黄书生死后,儿子把他抬回老家安葬。 第二年,白牡丹花下,果然长出红色的五叶嫩芽,道士很是惊讶,好生看管。 三年后,这株新长的牡丹三尺多高,树干有双手合围那么粗,就是不开花。 遗憾的是,这一天,老道士忽然去世了,忘了叮嘱小道士。 小道士不知道其中缘故,见这株牡丹不开花,就把他砍了。 过了不久,白牡丹和山茶花都相继枯萎了。 南宋初年,商人拱熙生骑着快马,到都城采购货物。 这一天,老天忽然下起了大雨,拱熙生只得到路旁,一家农户里避雨。 那知道大雨一直下到傍晚才停息,眼看赶不到前面的小镇上投诉了,只得在农户家里借宿一晚。 农户非常热情,杀了一只鸡款待拱熙生。 村酿可口,拱熙生不由地多喝了几杯。 吃过饭后,酒一上冲,困意来袭,农户便安排他到厢房里,早早地睡下了。 到了半夜里,几声狼嚎将拱熙生惊醒,他一咕噜爬起来,来到窗前查看,只见一只野狼跃墙而入,来到门前,站立身子,用狼爪不住地挠门。 拱熙生之所以敢独自走南闯北,是因为他从小练有武功,尤其擅长弓箭,具有百步穿扬的本领。 他从行李中拿出弓箭,猛地拉开门。 野狼受到惊吓,转身逃窜而去。 拱熙生拉开硬弓,一箭射去,正中野狼胸口。 野狼亮呛几步后,倒地而亡。 这时,农户掌灯出来,惊慌失措地叫道,坏了坏了,你闯下大祸了,杀了狼神,必然惹祸上身。 拱熙生笑道,不就是杀了一只野狼吗? 你为何如此惊慌? 农户叹口气说,客官,你有所不知,我们这里信奉狼神。 原来,此地有一个狼神庙,庙里供奉着狼头人身的塑像,被人们尊为狼神。 村民们对于野狼,敬而远之,从来不敢猎杀,生怕惹怒狼神,降下灾祸。 如果有野狼夜晚闯入民宅,偷吃食物,村民们只能躲在屋里,不敢露面,生怕惊扰了野狼。 所以,这一代的野狼,特别嚣张,常常闯入民宅,胡作非为。 听完原油,拱熙生惊讶地瞪大眼睛,想不到在这山野里,竟然还有如此怪异的风俗。 农户左右看看,说道,客官,我不敢留你了,趁着天还未亮,你赶快走吧。 等到村民们发现了,你就走不了了,他们会把你捆到狼神庙里,用你的血祭祀狼神,向狼神赔罪。 拱熙生也有一些心慌,便留下些许银两算做饭钱,把野狼放在马背上,快马加鞭而去。 快要出山口的时候,他把野狼掩埋在山上,往小镇上赶去。 拱熙生一路风尘仆仆地到了都城,采购了一些货物,装载在马车上,启程回家。 这一趟买卖,赚了一笔银子,拱熙生便在家里闲着,不再出门。 因为他的妻子怀有身孕,他不便远行。 时间一晃,就到了分娩之期。 先一天晚上,拱熙生忽然梦见一只野狼闯进了屋子,他不由得一惊,这只野狼正是他射死的那只。 只见野狼没有理他,静止向老婆走去。 坏了,野狼报仇来了,他想伤害怀孕的妻子。 拱熙生大喝一声,醒了过来,老婆睡在旁边,神太安详,哪里有野狼的影子? 原来是一场梦而已。 不过,他再也睡不着,觉得这个梦透着蹊跷,为何天天在妻子快要分娩的时候,做了这个奇怪的梦? 难道说,野狼要投生到他家?报仇来了? 第二天上午,妻子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孩。 拱熙生却心里不喜,认定儿子是野狼投生的,从此忧心忡忡。 拱熙生给儿子取名拱孟狼,打小就不喜欢这儿子,从来不抱他,心里甚至有一丝憎恨。 一旦拱孟狼哭闹,他举手就打,毫不手软。 老婆心疼不已,常常责怪他心狠,就好像儿子不是亲生的一样。 拱孟狼常常怒怼道,女人家,头发长剑是短,你懂什么? 拱孟狼长大后,拱熙生对他管教非常严厉,接近于苛刻。 不过,拱孟狼是个乖巧的孩子,直书达理,温文尔雅,尤其擅长读书,十五岁便考中秀才,闻名颇盛。 可是,拱熙生却不敢掉以轻心,他心里很清楚,一旦报应来了,总是毫无征兆,谁也抵挡不住。 目前的这一切,都是假象,只是时间未到而已。 为了拴住拱孟狼的心,十八岁时,他便让拱孟狼成了亲。 过了几年,拱孟狼考中举人,隔年又高中黄榜,被分配到江南一个大县里担任县令。 亲朋好友都来向拱熙生道喜,拱熙生却高兴不起来,说道,只要不给拱家带来灾难,我就心满意足了,何喜之有。 拱熙生越发认定拱孟狼是来报仇的,而且报复性极强,会给他带来灭门的灾祸。 因为官场如战场,一旦贪赃枉法,或者战错队伍,都会带来满门抄斩的灾难,很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。 他一辈子经伤,走南闯北,见识过不少落难的官员,从座上宾沦落为阶下囚,狼狈不堪,生不如死。 从福到祸,往往就在一瞬间。 拱熙生几乎在忧虑中活了一生,到他六十岁时,拱孟狼已经是三品大员了。 这一天,拱熙生到都城外寺庙里游玩,遇见了一名得到高僧,两人甚是谈得来。 拱熙生便将藏在心中的疑虑讲了出来。 没想到高僧大笑着说,你多虑了,你家儿子确实是野狼投生的。 不过,他不是来报仇的,而是来报恩的。 原来,这只野狼的前世是一名官员,因为无意中错判了冤案,被处罚当仪式的畜生。 但是,当地信奉狼神,不猎杀野狼,野狼想早点脱离苦海,却一直没有机会。 幸亏拱熙生社杀了他,让他解脱出来。 故此,他投生到拱家来报恩。 原来如此。 拱熙生大喜过望,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,从此安心享福起来。 想不到他心里一旦轻松了,疾病却趁虚而入,第二年春上,他便撒手稀去。 或许,正应了那句老话,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。